这个有时候攻击一带发生的 没有真的人知道 因为他没有曝光 也许有很多攻击正在进行中 你都不知道 这是很...怎么讲 是一个很潜在的威胁态度 所以如果遗党这些位置的威胁 这也都是挑战 好,那么云端的安全问题 最后这一张图示呢 来...谈一下 大概... 就剩下多少时间了 好,基本上 那...云端西线安全问题 传统问题 当然肯定在 那这些西部的问题 如果没有 有兴趣的话 在测试区找资料来看就好 那么... 兴趣的问题就是包括 他以... 西线化为进行的云端环境 计算以往的 被你的资料问题 本来有呢 对不起,还是有 还是有 那... 对不起的云端 很方便可以移用相同运动环境 来测试被... 并发掘其弱点 组织起的云端 可以自建云端 或利用云端 从事... bar name 的攻击 跟密码破解 bar name 的就是... 僵尸... 网络... 这张顶... bar... bar name 就是僵尸网络 那... 可以做密码破解 因为... 它有超级... 电脑的能力 可以... 去破误它 云端破误到 所以... 因此... 云端安全的... 安全威胁程度更大 那... 如果... 亚端环环境... 就是在云端环境周知更显重要 那... 那... 新的问题都会启用在... 就是... 新... 出现的问题 就是这些跟... 虚拟环境上面的问题... 有关在 包括... 虚拟平坦的弱点... 共享资源的贡献... 虚拟基金... 以一种恩贝分的观点... 跨... 虚拟属机的攻击 因为... 虚拟属机在一端是... 最重要... 新的... 就是... 最重要... 对利用的一个... 比较... 心灵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攻击就会... 以这个... 这个算是... 比较新的一个... 清醒的一个攻击形态 好... 不过... 我们... 我们现在不讲怎么去法... 你哪里知道这个概念... 因为法国化的记性... 没有比较深入... 就比较... 不需要... 讨论到他们深入... 那... 有一相关螺际标准... 老师就... 跳过去就好了... 好... 那这边有一些相关新闻... 就是要各位分享一下... 也是在经典而已... 螺际网站招派客... 招派客... 那... 近7000匹的... Email和电话外线... 好... 中文新桌... 5万匹中号记录... 全外线... 这是... 5月13号... 5月13号... 那这都是... 目前云端... 各支的外线的问题... 好... 好... OK... 那么... 你们... 我们... 面讨大概就到这一页就可以了... 后面的部分呢... 就让各位参考... 所以可以... 只能看到九十页就好了... 后面我们就会... 从技术面来... 讨论... 也有点技术了... 来讨论这个... 呃... 云端安全的问题... 不过我想... 我们这部课的出品... 就不需要调到这深度了... 给各位参考... 每个人参考... 那... 各位可以看到这页就好... 好... 那么... 下一次的上课呢...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小节... 各位第一节... 5点10分... 对... 4点10分到5点... 我们会... 我会请... 我们... 实验室有三个团队... 他在云端上... 做一些应用... 让各位分享一下... 会有三组来... 跟各位... 分享他们的一个作品... 其中... 有得过奖的... 那... 如果... 还有时间... 我们会请助教... 再对各位做一个重点误息... 那... 第一堂课就结束了... 那第二堂课呢... 二十分钟... 就五点... 十分钟到... 五点五半... 可以说... 将你有一些调查... 那... 五点五半到... 六点... 就来这个... 简单的考试... 那... 我想... 有空吧... 只要换一遍的话... 也不用去强击东西了... 那你反正有... 我希望你是有幸... 就是... 就是... 抱手的时候好像... 最了解的新的议题... 去看这个资料... 看故事书啊... 或看新... 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资料... 应该不会有... 各个代料的资料... 好... 那... 以上... 那我们今天... 就到... 这边... 到这边... 各位朋友们... 朋友们好... 好... 那... 就各位... 新年快乐... 那... 我们就明天见了... OK... 拜拜...